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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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哥 你还是狗吧 不让他们说不错了 不行 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不住在这样的家庭 我实在不想苟活于世 不行 我不能让你死 放箭 再放 敌人的剑怎么射这么远 这是脚弓 射成机缘 只有皇上的大军才有 我们宁静收兵 是 宁静收兵 快 保护元帅 元帅 你没事吧 没事 李化 受伤没有 我没事 我没事 你还是赶紧走吧 我也要回去了 这怎么行 你要回去 你爹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还是回离山吧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任凭他们处置好了 那你自己要保重 千万不要做傻事 照顾好自己 好好地活着 来人 来人 把这小贱人给我抓起来 是 等等 别爹 你为何抓我 你真是不知羞耻 眼下敌军大军压境 你有一身武功 不帮我们退阶也就罢了 而且竟在大庆广众之下 跟敌军元帅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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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犹如我们风 我岂能饶你 事到如今 为止好明说了 我与薛定山本是同门师兄妹 从小我们就很投缘 师父说我们俩今世有缘 所以我见到他 根本就下不了手 况且 我的武功未必在他之上 那师父也太不懂事了 竟敢对我的女儿信口雌黄 乱点鸳鸯 我告诉你 我早已将你许配杨帆将军了 至于薛定山 这辈子你想都不要想 杨帆的人品 怎么可以跟薛定山相提并论呢 爹爹 我也实话告诉你 今生今世 我非薛定山不嫁 放肆 你们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 是 你们别动 我自己走 看到没有 现在他这种行为 就是他师父教唆的 你们两个给我守住城门 我要去找他师父论理 爹爹 你一个人前去恐怕不妥吧 有什么不妥 他还能杀了我吗 那一路上 总得有人照应才是 爹爹 要不叫我随从张义陪你前去 好吧 请问两位有何事 徒儿 让樊将军进来吧 是 师父 两位请跟我来 将军 挺神的 他没出屋 就知道是您来了 不要管他那么多 我进去再说 你在这等我 我说完话就出来 好 樊将军 请 请 樊老将军今天亲自上山来找平道 所谓何事不妨直说 老夫是为妮女之事而来 现如今 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 几天前 老夫派樊虎前来叫他下山 帮我上阵杀敌 他上阵后 不但不杀敌 反而跟敌之将领和睦友善 他更令老夫不能容忍的是 他不顾廉耻 跟敌将徐丁山清清我我 私定终身 这实在是伤风败俗 成何体统 徒儿之事平道已经知道了 可不知老将军找平道究竟何意 妮女说 是因为你告诉他 说他跟薛丁山有缘分 没错 是我说的 他与薛丁山今生有缘 难道你不知道呢 老夫早已将他许配杨帆将军了吗 知道 既然你知道了 为什么还要对我的女儿乱点鸳鸯 你是怎么带徒弟的 樊老将军 你也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说话要有点分寸 平道是从来不为徒儿点鸳鸯的 平道见他俩从小情投意合 长大后他俩志向相同 仁义之心相同 觉得他们十分般配 也看了他们的生辰八字 认为非常有缘 平道就如实地告诉了他 至于他要选择谁 那是他的事情 婚姻之事讲的是个缘分 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你说得真好听 但你别忘了 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题 这婚约之约 岂能让他自作主张 那实在是太让我生气了 实不相瞒 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 你说说 我应该怎么处置他 怎么处置他那是你的事 问我何用 他从小就跟着你 是你让他变成这个样子 我不问你问谁 樊老将军 听你这口气是来问罪来了 老夫只想讨个说法 你想讨什么说法 他如今目无尊长 大逆不道 甚至对我们的书大元帅 大打出手 这可都是你教的 我说圣女 是你把丽华给毁了 樊老将军他没有毁 平道所教的徒弟 不能说个个优秀 但他是最优秀中的一个 论武功 他已达到了上乘 论道德修养 他日趋成熟 他处处为天下众生着想 为国家利益着想 他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 我敢说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他 你这真是可笑之言 你能把我樊家的一个匿女 一个败类说她天花乱坠 所以难怪她犯上作乱 难怪她对书大元帅把刀相向 原来是你在给她撑腰 说起犯上作乱我倒要问问你 西凉本来就属大唐版图中的一个藩棒 舒宝腾与你们 包括西凉王在内 都属大唐天子之臣名 可你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 致天下黎明而不顾 致国家利益而不顾 挑起战争破坏太平盛世 你说说到底是谁在犯上作乱 你这个不知轻重的老道婆 在本将军面前如此胡言乱语 太放肆 你这是什么将军 分不清是非黑白 对祸国殃民的舒宝童低声下气 唯唯失去 却口口声声说梨花是贱人 到底谁是贱人 你 rooster 你 没有东西 你 你跟我们说 你找到这里 你不信 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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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 我训练 你不信 我训练 你不信 你不见妹妹了吗 妹妹 你找她做什么 她一天没吃饭了 她到底去哪儿了 她这么大的人了 饿不到她 那你的意思是 你也不知道 你妹妹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母亲 龙儿告退 老夫人 你们两个知道大小姐在哪儿吗 这个 她 她 支支吾吾地干什么 说呀 大小姐好像被关起来了 关起来了 你知道关哪儿了吗 我们也不清楚 只是听老爷说要关她的 关在哪儿了 北院 夫人 夫人 离山 我问你 大小姐是不是被关在里面 这 吞吞吐吐 干什么 快说 是 夫人 老爷说了 谁都不让紧 大胆 连我也敢拦 我现在就要进去 有事我担着 开门 你们在这里等着 是 夫人 是 梨花姑娘的确是个很难得的人才 如果把她争取过来 不但兵不血刃 就能拿下寒江关 而且对于下一步的征锡 甚至对于国家 都是大有好处 昨日在阵前完全可以看出 她对元帅是一往情深 是 只要元帅您首肯 她就会成为我军的一员主将 为了征锡 为了国家的利益 也应该接受她 不过一定要做好那两位夫人的工作 那两位夫人 都是顾大局民势力之人 他们会理解的 关键是元帅自己要拿定主意才是 都军大人到 程爷爷 父亲爷爷 大人 我们只是来看看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丁山 战事如何 父亲 程爷爷 这战事忙 孩儿现在遇到一件棘手之事 丁山哪 不妨说来听听 你程爷爷我 处理一般的事情不怎么样 但是我最擅长的 就是处理棘手的事啊 这韩江关守将 樊红和他两个儿子 都不是我们的对手 一开战他们就败下阵了 于是樊红就去梨山那里 找来了樊梨花姑娘 第二天樊梨花姑娘就来到了镇间 小的见过二公子 丁山 你不在大门口守着 来这儿干什么 老将军让我看着小姐 可老夫人非要闯进去不可 走 跟我去看看 是 把门打开 你们在这儿给我守着 是 是 女儿啊 婚姻是你一辈子的大事 既然命理已经注定 你要跟丁山 而且他又那么优秀 你却要当机立断 我爹已经铁了心了 要让我嫁给杨帆 他宁可把我杀掉 也不会同意 我跟丁山在一起的 说得也是 但是 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呢 你看我现在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就按你们读冰书时常说的 三十六计 逃为上计 咱们逃吧 娘 是走为上计 逃也好 走也好 咱们呀得赶紧离开这里 去唐营找徐丁山 你说 咱们能逃得出去吗 逃不出去 也得试试吧 总不能在这儿等死了 你先在这里等我 娘去收拾一下 马上就回来 好 娘 你小心啊 知道了 知道了 不好了公子 老爷被人打伤了 什么 爹 你的头怎么了 被那个老妖婆给我打的 什么 岂有此理 竟然连父亲也敢打 你快去把你妹妹给我交来 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她 你快去 你说什么 真是烦了天了 爹爹 爹爹 你要干什么 你们给我听见 在这儿待着不要动 看我去杀了那两个贱人 爹 爹爹 快去 娘 这边 站住 你们两个贱人 真是大逆不道 竟敢背叛西粮私逃投敌 胆子也太大了 不 爹 我跟娘只是出去走走 怎么能说我们是私逃投敌 你还想抵赖 你们两个说的话虎儿听得清清楚楚 我不杀了你们 就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 也对不起我凡家的先祖 老爷 你要杀就杀我吧 都是我出的主意 是我带女儿出来的 你这个老贱人 不好好的带女儿 却带她私逃投敌 你以为我不杀你吗 今天我先要杀的就是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爹 一直以来都是女儿惹您生气 是女儿违背您的意愿 你要杀就杀女儿吧 女儿无话可说 再说了 人之发夫 兽之父母 我的命本来就是你们给的 现在你要拿回去是明智言顺的 可是你不能杀娘 因为错不在娘 我请你看在她跟你几十年含辛茹苦 为你生儿育女的份上饶了娘吧 要杀就杀我吧 令花 你们听好了 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不忠不义之人 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忠不义 我岂能饶你 你们今天都得给我死 但我先杀了你这个老贱人 然后再杀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女 你这个小贱人 难道你想杀我吗 你是我的生生父亲 任何的情况下 我都不会杀你的 否则的话是天理不容 可是 我不会让你杀我娘的 即使我娘有错 也错不知死啊 好 那我就先杀了你 张一 在 你去看看老爷怎么样了 是 慢点 要看这也偷偷看 你往跟前去 好 放心吧少年 去 灵虹 你 你 还是 你 很坠 你 别 别 走 荣云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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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你给我走开 娘 你快走天快叫天快点啊 我只是逃跑不顾娘的死活 那是不孝 不论如何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老爷 不奴不食子 你真是无情无义 不依不饶要杀自己的女人 连畜生都不如啊 老爷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别杀女儿 别杀女儿啊 等什么时候了 你还给我出这等坏主意 你给我滚开 娘 梨花 你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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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我 疼 老爷 爹 老爷 爹 爹 老爷 爹 老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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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爹 爹 爹 老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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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戒严 你既然连爹爹都敢杀 我记得绝不饶你 龙儿虎儿 你爹不是你妹妹杀的 是你爹要杀你的妹妹 你妹妹一直躲避 你爹不是摔倒 抓到自己渐渐而死的 娘 这个时候你还躺护她吗 娘不是探户 娘说的是事实 那怎么可能 爹无端端的怎么会自己摔倒 娘 你分明是在探户他 平时对爹就不恭不敬 慕无尊长 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你已经很失师父 你犯的可是滔天大罪 作为兄长 我对你施以加法 用你人头来及父亲 你们两个怎么 连娘的话都不相信了 你爹真的不是你妹为杀的 不是他 不是他还会用谁 爹爹真的不是我所杀的 为什么 你们还没搞清楚真相 就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 怎么说我也是你们的亲妹妹 难道你们一点都不顾 你手足之情吗 休有啰嗦 你既然杀了父亲 我就要你偿命 大哥 你可不可以搞清楚真相再说呢 娘 如果爹爹真的是我所杀 我愿意自我谢罪 你看如何 哥哥 休要听信他在花言巧语 我怎么能上他的当呢 这分明是缓兵之计 娘 你看到了爹爹不是我所杀 哥哥他们也要夺我性命 既然如此 我不能再拾分母亲了 我把命交给他们算了 请说孩儿不孝 梨花 梨花 你不能死 来 梨花 你不能死 你死了 娘靠谁 能靠你两个兄长吗 我跟你讲 现在他们和你爹一样 成天就想着自己的罪恶野心 从来没把娘放在眼里 什么仁义孝道 早抛得九霄云外 他们 他们就是跟你爹一样 难道你让我靠他们吗 如果你要死了 娘也不活了 二哥 我问你 刚才我在柴房里跟娘说话 是不是你跟爹说的 说又怎样 你出卖我也就罢了 为什么连娘一起出卖呢 当时情况紧急 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娘 你说的没错 我这两位兄长 不仅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更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你们这么做 真的是让娘伤心 让我耻寒啊 方虎 还跟她啰嗦什么 上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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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打了 别打了 快 你也太大了 东尔夫尔 南尔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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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仗该如何进行下去 强功不成 劝降也不成 如此看来 李花姑娘对丁山是一片真心的 对朝廷也是一片忠心的 如果是这样 先不要强功 要不然樊姑娘会更为难 欠君易得这一将难求 李花姑娘可是一个难逢难遇的人才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收服过来 这样 我们再好好合计合计 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你们两个小子别傻坐着也出主主意 好的 爷爷 好 我们也瞎瞎 娘 女儿 来 女儿 你要振作起来 要保持清醒 不可乱了方寸 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要早点做决定 娘 你说得对 这韩将官还有数万的军队和百姓等着我们 不能像一盘散沙一样 我现在就去大厅召集将领 宣布县官归顺朝廷 好 你去 娘要去写封信 给程耀经 程老千岁 让他速派人来接管韩将官 各位将领 你们都跟随家父多年 今日父兄不幸亡固 所以只好由我暂时接管韩将官守将之职 不知在座各位有何意义 这怎么办 你们都不说话 我就当没有意义了 大家都知道 朝廷十万大军已兵领我韩将官城下 眼下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 要么战 要么降 如果战的话 我想问大家一下 我们有没有胜利的把握 朝廷大军兵多将冠 要战不逢绝无胜算 而且伤亡惨重 一败涂地 如果降是不是太没鼓起了 烦老将军再试试 对投降是最反感了 别说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当面说话不成是非 现在有什么想法 尽可能说出来 但如果一旦决定的事情 私下就不可以再随便议论了 我也知道 要战是战不过人家的 总觉得投降不是件光彩的事 你说的我完全可以理解 作为一个军人 可以战死 但绝不能投降 但是我们这次的投降 跟别的投降不一样 因为我们西凉 原本就属于大唐的疆土 我们西凉的子民 原本就属于大唐天子的子民 我们跟朝廷军作对 那是不义 现在我们停止战争 又有何不光彩呢 所以我们不叫投降 只是归顺而已 说得对 有道理 说得对 我们本来就是朝廷的军人 怎么能算是投降 经大小姐这么一点波 我觉得豁然开朗了 大小姐 该怎么办 您拿主意吧 我们都听你的 对 我们听大小姐的 好 为了我韩将官五万士兵 不作无畏的牺牲 为了我韩将官的百姓免遭涂 我决定县官归顺朝廷 好 好 好 报 程老千岁 这是韩将官樊老夫人给程老千岁的书信 我说老夫是仆将吗 已经决定开门陷官 请程老千岁速来官内详续 奇怪 为什么是樊老夫人来信 那樊老将军呢 不要管那么多 只要能陷官就行 其他的事情等老夫去了就明白了 对 能兵不血刃夺取韩将官 乃是众将是万幸百姓之福 事不宜迟 樊老老千岁火速赶往韩将官 来者何人 我乃大谈国公程咬金 前来拜会樊老夫人 开门 恭迎程老千岁 樊老夫人和大小姐已在大厅等候 程老千岁到 公请程老千岁 老夫人可安好啊 一切都好 老千岁请坐 老夫人请 李花姑娘 不知樊老将军和二位兄长干什么去了 回禁程老千岁 回禁程老千岁 家父身体欠安 不便剑客 两位兄长外出 所以现在只好由家母和我来招待程老千岁了 李花姑娘 你太客气了 无妨无妨啊 回禁程老千岁 回禁程老千岁 我韩将官本属大唐疆土 首官将领 亦属朝廷之君 所以我们决定打开城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这样也好 及早整编部队安抚百姓 不知程老千岁遇下如何 安得樊姑娘深明大义 此乃朝廷之姓 万民之福啊 温副将 末将在 将名册仗卷交于程老千岁 是 老千岁 李花姑娘 你此次主动宪官 实乃为朝廷立了一大功 老夫要奏起皇上 对你进行嘉奖 我等主动宪官 只是为了生灵免遭涂炭 不涂嘉奖 老夫明白 李花姑娘 是处处为苍生着想 实乃让世人谨养 老夫这就马上回营 报告丁山元帅 安排大军入关 陈老千岁 你们的公事谈完了 老身还有一件私事 要向老千岁严明 不知老夫人有何事啊 陈老千岁 我们家女儿李花的师父 黎山老母 早就说过 她和丁山元帅有段姻缘 这两个孩子从小就情意犹在 我希望陈老千岁能够撮合此段姻缘 不知道老千岁抑郁如何 好啊好啊 丁山元帅 与李花姑娘之情 我等早有耳闻哪 原来是天作之和呀 我等是求之不得啊 老夫这就马上回营 与丁山父母商议 安排他们两个人早日完婚 那就有劳成老千岁了 应该的 太好了 李花姐 以后就不叫你姐了 叫嫂子了 老夫可又勇气就喝了 樊姑娘确实声明大意 既然如此 我们得马上安排入关 对 这事已走不已迟啊 你在这里速做安排 我和你父亲去后营 找你母亲商量婚事 等你办完以后也来后营吧 好的 是啊 对 两位夫人遇到什么喜事了 乐成这个样子 相公不如你猜猜 我实在猜不出 那相公为何独作与子啊 我在此等候两位夫人 是有事情要跟你们说 有事 不知为何事呢 我就怕我说出来 你们不高兴 那相公还是不要讲了 免得扫了我们的信 可此事非说不可 要不就让我们姐妹猜猜 也好 那你们就猜猜吧 只不过不是什么好事 不是什么好事 妹妹 不如你来猜 姐姐聪明伶俐 还是姐姐先猜吧 我猜 相公 不是梨花姑娘要悔婚了吧 你这是何意 难道说她悔婚了 你还不高兴 你说的是反话吧 我们说的是真心话 对 真心话 你们不爱我是吧 恰恰相反 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宜 她可是要做我的夫人 你们知道吗 我们当然知道 那你们还这么高兴 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宜 只要是相公高兴的事 我们就开心 你也是这么想的 开始我没这样想 姐姐劝了我姨 我才这样想的 樊姑娘和相公 海体之食就相知相识 前日在阵中 我能看出 樊姑娘对相公 是情真意切 而且她美若天仙 有她相伴相公 相公定当高兴 况且她文武双全 有她辅佐相公 何愁相公的事也不成 对呀 这样 我们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难道说我是你们的负担 当然 如果相公遇到了真正的强敌 我们姐妹只能干看着 却不能帮手 有了樊姑娘就不一样了 你们两人联手 何愁强敌不破 何愁江山设计不保 我学丁山有两位夫人相伴 这是三世修来的福分 相公 你不是有事还要跟我们讲吗 怎么还不说呢 此事已数多余 不说也罢 既然你们做父母的赞同这门婚事 我看就怎么定了 一会儿等丁山过来 征求一下她的看法 学院帅到 好 娘 丁山 父亲 成老千岁 快来 我们等你好久了 我去先从那儿了 对 跟他们打声招呼 不说话 商量一下是应该的 怎么样 他们没有闹把 他们 这仙童尤其开通 真是令我汗眼 他可真是个好儿媳妇 丁山 那你是怎么抢的 全凭父母之命 那好 那就这么定了 老夫我去寒江关回话 辛苦成老千岁了 老夫不是想喝口喜酒吗 老千岁 只要你把这事说成了 我请你喝个够 好 谢谢贤侄了 好好好 你看 白手 谢谢 恭喜 恭喜第三 来 喝酒 来来来 老妃 来来来 看 来来来 坐坐坐 坐坐坐 今天打喜的日子 来来来 程燕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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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吃菜 来来来来 吃菜 来来来 吃点 喝点 来来来 走 我们吹吹一下 来来来 干杯 干杯 干了啊 来 元帅 我们敬你一杯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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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恭喜 喝 喝 喝啊 香了 干杯 来来来 干杯 好 恭喜 完了 给罗子忙了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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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 devi 给找了 大小姐 世父沙兄 为的就是 今日的东房花族 大小姐 世父沙兄 为的就是 今日的东房花族 大小姐 世父沙兄 为的就是今日的洞房花烛 大小姐是否杀就 王王 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 见过程大人 你喝醉了吗 不 我没喝醉 没喝醉在这里胡言乱语 这 我没有胡言乱语 我没喝醉 这都是事实 什么事实 是亲眼看见黄姑娘是否杀手的 不 不是我看见的 是张义看见的 张义 亲口告诉你的 我 我不知道 你问张义去吧 你声的情 潮受折磨 金歌铁马文樱桃 红颜故事有多少 花开花落随风去 西云 西争故事千古流放 夜长梦缘情开香 多少缘恨藏心中 因此回见五四方 都会疯狂狂血润 清路滑游戏 情路茫茂 英雄琴天下平 舞蹈西风写好情 带来年花开放 你在下对金书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